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金属片 一争一些 影片一开场就是一场激情四射的动作戏 爱好摄影的小卷毛正在跟自己的女朋友大眼妹们的命 而且还拍了大尺度的照片 非常的给力 这小卷毛表面看上去像个有知青年 其实却是一个撬门别索的窃贼 他跟搭档毛党哥一镜一动 配合的是天一无缝 虽然小卷毛是拍摄所的常客 但本质还是不错 而且还特有孝心 把偷来的价值不菲的戒指 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了自己的妈妈 为了拓展业务 小卷毛和毛党哥买通饭店的主管王德白 争取到了在门口替顾客泊车的机会 每当有顾客来用餐 他们就会趁机开着顾客的车 潜入顾客的家道歉 当毛党哥正在顾客家瞎悬梦的时候 撞见了一天都没吃饭的看家伙 狗子一看这是要开饭呢 于是也没客气 直接就出毛党哥扑了过去 毛党哥一看当时就瞎尿 撒子就留 鞋都被碾掉 出师不利 哥俩都挺邪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鸡贼叔开上马沙拉蒂过来吃饭了 鸡贼叔说我这车特厚 操作系统非常的复杂 尼亚可被我搞砸了 趁着鸡贼叔进行吃饭 小卷毛开着车 在导航的提示下摸到了鸡贼叔的家 当他正在屋里瞎悬梦的时候 突然看到被五花大网的龙套街 争冲的暗松丘火 似乎有话要说 虽然小卷毛经常的违法乱起 但都是一些小条小闹 像这么大的case 他还是头一回见到 当时就下药 由于锁的太结实 这小卷毛使出了吃奶的劲也不能打开 这个时候 毛蛋哥突然打来电话 说鸡贼叔已经出来了 你赶快把车开过来 为了解救龙套街 小卷毛来到车户找工具 无意中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 看到了一些极为变态的玩意 吓得他乙不刻突然就蹭上一股凉气 由于时间紧迫 加上也担心自己的盗窃行为被发现 小卷毛临时变态 虚晃一招撒得了 而鸡贼叔在等车的时候 也正通过手机观察着屋里的情况 鸡贼叔走了之后 小卷毛把情况跟毛蛋哥说了一遍 然后用公用电话向警方报了案 这件事如醍醐灌警 小卷毛当时就清晓 他决定洗心革命 从此做一个好人 为了确保龙套姐被救出 小卷毛开着车 来到鸡贼叔家附近观察情况 鸡贼叔回到家 很快就发现有不俗之客来过 为了应付警察 他不仅清理了现场 还叫了一小姐TZ做照 接到报案的警察 很快就来到了鸡贼叔的家 可这二位连屋都没进 只是简单的问了几句就走了 哎呀 我发现这种类型的影片都是这样 为了表现主人公的机制勇敢 把警察都写成了二五眼 这鸡贼叔确实是挺鸡贼 经过这么一折腾 他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 于是拉头龙道姐就开始转移 为了查清到底是谁在跟自己玩猫腻 鸡贼叔故意卖了个破练 引诱小卷毛和毛蛋哥进去之后 他马上就报了警 小卷毛和毛蛋哥走进房间一看 发现龙道姐和那些变态的工具群都不见 而就在这个时候 接到报警的警察们突然出现 哎呀 之前小卷毛报警的时候 警方就派了俩人 怎么这鸡贼叔一报警就这么形式动众 哥俩一看大事不好撒拉子跑了 转场之后 鸡贼叔拉着龙道姐来到了他位于郊外的一个窝点 为了防止龙道姐大喊大叫 鸡贼叔给龙套姐博子上安装了一个高科技的设备 龙套姐自要使一叫唤 这博圈马上就放在 为了救出龙套姐 小卷毛来到了警察局 把前前后后的过程跟警察胡子叔说了一遍 并让胡子叔看了自己为龙套姐拍的照片 不过这胡子叔也是个白痴牌 这智商完全不在线 他到鸡贼叔家不仅一无所获 还把小卷毛给臭骂了一嘴 小卷毛一看 意识到这帮警察是指望不上 于是直接找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江若姐 虽然这联邦调查局的人比那帮警察也强不了多少 但最起码把小卷毛的话当回事 为了对小卷毛进行打击爆 鸡贼叔用卑鄙的手段 不仅把大眼妹的艳照群伐给了他的同学 还把小卷毛爹妈的工作的叫好 不过这哥们觉得还不解恨 又把大眼妹给胖揍了一顿 接到电话的小卷毛急忙来到医院向大眼妹道歉 大眼妹说你赶快给我滚蛋 当小卷毛正在跟毛蛋哥通话的时候 鸡贼叔突然出现了 而且很快就让毛蛋哥里面合拍 不过巧的是 两人的手机刚好打开了视频通话 这鸡贼叔一不留神 就被小卷毛给接到图了 面对着鸡贼叔的步步紧闭 小卷毛开始反击了 他首先摸到鸡贼叔家想找找线索 可鸡贼叔早就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 连根头发丝都不上 他这边正忙活着 鸡贼叔那边也没钱 早就在家里提前装了电视纳单了 幸亏这小卷毛禁令了 一看大事不好 磨头就跑 随着轰隆一声 鸡贼叔家里的气氛算正是杀青 随后 小卷毛根据导航里的数据 来到了鸡贼叔在郊外的国家 而与此同时 联邦调查局经过对之前一系列少女失踪案的调查 发现这些案件呢 极有可能就是鸡贼叔干 原来这个鸡贼叔的爹地也是个一万富翁 在鸡贼叔14岁的时候 迷恋上了他的马术训练师 他试图通过巡抚一匹野马来打动自己的女神 可哪有那么容易啊 鸡贼叔一气之下 就把那匹马和巡连师全给逼了 这件事之后 鸡贼叔的性格变得是越来越扭曲了 最终成为了一名嗜好巡抚女人的变态狂 这小卷毛刚摸到鸡贼叔的窝点 就被鸡贼叔一贴线给拍摸圈了 按照传统套路 这坏人一般都死于话多 这鸡贼叔也不例外 跟小卷毛得不得的不停地捞嗑 受伤的龙套姐在坑里用手一滑了 之前被黑的那些尸体全都出现了 把这鸡贼下得是花枝乱颤 当鸡贼叔正说的拓木星子乱飞的时候 突然就被龙套姐一铁键拍摔了 紧接着是一场追逐戏 这小卷毛和龙套姐 给鸡贼叔设下了一个声东击西的东西 这时候反派的智商 基本上已经消到差不多了 因此这鸡贼叔很快就被祸落 而那帮还在门口等搜查令的FBI 也在影片要结束的时候赶到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一样的节目 主角自带有光环 反派高雅又有钱 故事还是老一套 警察永远是脑残